我叫寶 這個不知道是我太大 是已經太長 你剛剛有這麼困擾嗎 我今天想要來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們即將開始的計劃 那在講這個計劃之前 我想要簡單的做介紹一下 大家小時候應該都有聽過孟母三千 這個故事吧 那我本身是姓羅 我們小時候至少有十幾千 那我不是所謂的外省人 但是我住在眷屬做了十年 我們住在眷屬 他有一項、二項、三項、四項 我每一項都做過 那我那時候每次跟我同學說 我要搬家人 我同學就抱著一個很關愛的眼神 就覺得這個家人一定很可憐 可是我不是啊 我那時候覺得說每次我要換一個新的家的時候 我很興奮 那我覺得 我可以去一個新的環境 然後去有點探險 小時候就有點探險 那我後來其實有時候在回想 我現在在做了一些事情 其實小時候的這段經驗帶給我的影響很大 意思是說 當我在面對新的環境 或者是要去挑戰新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不會有太多的恐懼感 那我更 更多其實我還蠻享受其中 他帶給我這什麼樣的東西的狀態 所以在我研究所 我本身是念中山大學的亞太書 他是一個政治科系 在我研究所畢業的時候 我老是跟我說我要做什麼的時候 其實我 其實剛剛說我要創業 但是我要創什麼事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其實我一直 潛意識裡面 就像我剛剛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想要過一個無居無序的生活 可是當一個公務員 並不能讓你過這樣的生活 所以我非常的清楚 那去別人家上班 我也不能忍受 有一個上司在相識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 就太累了 所以我想我要創業 可是我要創業 可是我要創業 我真的不知道 那時候我剛好有一個學長 他去一個交換 然後他開了一家青年旅館 他剛好沒有人 他說 你去幫我一下 我就無償 我沒有領行學生店工作 做四個月 那四個月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是一個關鍵 讓我開始青年旅館 因為我享受到的生活 雖然那家店的生意很差 真的很差 可是我印象非常深 跟一個下午 因為在我們就在西紫灣 西紫灣的下午 其實我覺得陽光非常的舒服 然後看著那路人跟小朋友 這樣悠閒的下課以後 然後在那邊玩爽 我覺得我在享受一個優質的生活 那當下其實覺得 雖然自己沒有什麼錢 可是那種感覺 讓我覺得很pass 那我經歷過這段階段之後 我就有當兵 當兵之後呢 一個民運機會 老師那時候其實在畢業參與會 問每一個在座的學生 說要做什麼 說要創業的時候 老師用拍板說 好 以後你需要什麼幫忙 就跟我講就好了 其實老師在聽學生之前 畢業頭在生涯異大利面 說我要創業之後 那頭才抬起來 後來我才知道說 我是他30年交學生涯 因為第二個學生說 我要創業 那創業之後 其實我就開始一個人 從台南 地價店在台南 那是一個非常舊的房子 然後過了半年以後 又回來了高雄 其實我去台南之前 我根本對台南一點印象都沒有 停留的印象 只是停留在我小六年級 畢業裡去吃坎樓面前 吃一個棺材板 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當第一個客人來的時候 我超高興的一個香港的女生過來 我一定要帶她 好好認識一下台南 其實不是要帶她去認識 你知道嗎 是我自己要去認識一下 所以她來的時候 我做了好多功課 我看人家大堆那種旅遊書籍 去哪裡要吃什麼 那在台南半年之後 我其實因為對台南一點都不是很熟悉 我覺得不是很task的感覺 所以我就回來了高雄 你畢竟在高雄面書面了一段時間 那開 我們再 又開了畢業家青年旅館 開了到現在是兩年 那這兩年就是 我看到很多事情 那今年的時候其實發生了一件意外 這件意外也就是說 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這個空間和關係 在青年旅館裡面呢 他會來各個國家的人 那我很喜歡交朋友 我很喜歡打比賽 那我剛剛第一次見面沒有多久 就是欸我們一起出去了 我們一起出去了 我們都會出去了 那認識一個香港的男生 他說韓國的男生 這個韓國的男生 他是不是在我泰南店的時候住了一個月 我後來來高雄的時候 他又住了一個月 他說他已經定居在台灣了 他回去辦了行政上去居留在台灣 他打算要在台灣工作 可是呢 我們今年一月 就是一月一號凌晨的時候 我接到他電話 那時候大家剛剛跨洋年還很興奮的時候 我接到他 他說Paul I need your help I'll drive in the hospital 他說我現在正在醫院 我靠這怎麼了 我就看他 那他因為我的關係 喜歡台灣 然後想要在台灣工作 但是他找比較工作機會 他後來有一個憂鬱症之類的發生 那我覺得我對他已經很愧疚 我想說我可不可以做一點什麼 那時候co-working space 就突然就跳出來在我腦海裡面 那在做co-working space 其實我們也找了很多網路上面的資訊 想要說把高雄的人才來 為什麼有資訊 人家說高雄的小孩子畢業 或是去台北去台東 為什麼不能在高雄 那我覺得說很可惜 因為現在網路時代非常的快速 其實那樣子的觀念 去台北只能有工作更好發展 就是十年前的東西 那現在還是如此 我覺得太可惜了 所以我想要把大家 優秀的人才 記留在哪裏 可是 感覺很多人都這樣做啊 台北有co-working space 台中也有 那我現在要做一個 我覺得跟大家在做一樣的事情 沒有什麼了無心理 我這個人有點比較 反骨一點 就我不喜歡做人家做過一樣的事情 那所以我後來跟我的夥伴 Ruby 在討論出兩量網路 用共同生活空間怎麼樣 在共同工作空間之外 我們再把它層次拉高一點 我們生活在一起 因為現在我們都有聽過 計程車共成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共生呢 我們不能共食呢 共食共生 然後共榮 大家共同的存容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說 感覺很多事情 應該會在生活 互相生活的那段時間 會有激發出來 那因為我本身在進行 現在也在進行信念旅館 我把我的這個idea 若是在一個我們這個暑假 或者幾個小房秀 這個小房秀就來跟我們共同生活 一段時間 甚至兩個月 這兩個月並不是過得特別的輕鬆 因為它需要做清潔 基本上勞力的工作 可是它基本上跟我們一起生活 在一起 基本上呢就是 吃在一起 玩在一起 工作在一起 這兩個月其實給我的衝擊非常的大 我覺得說 其實我們並不是真的一個自私 其實大家都喜歡在一起的那種感覺 奏會的感覺 那我覺得 也許我們朝這個方向 把共同工作空間 提升到共同生活空間 會把大家距離拉得更近 所以如果一起 你在高雄 來高雄沒有地方住 你可以留一個地方 可以共同生活 那我們現在那個空間 貝爾是我們第一批 我算是無償提供給他們 去做使用的咖啡 那我覺得說 金錢的東西對我來講 它非常的重要 也非常的不重要 因為我剛剛說 其實我小時候長班家 長班家其中一個人 是我們家很窮 所以對於說 錢這種東西我覺得 我很看重它 但又不算很看重它 這很矛盾 我也想我有很多的頂值 可以去賺錢 但是賺了那些錢 其實對我來講 我覺得都是其次 可是我有一個人生的目標 就是我要在35歲以前退休 我本來在35歲以前退休 我本來在35歲以前 退休你要做什麼 就是由善完損到不是 三個傻瓜 大概我沒有看過 這也是另外一個 影響我非常深的戀諺 所以其中一個男主角 他在離開了學校之後 他去開了一家公開的學校 我看這個學校 其實就是我理想中的樣子 你知道嗎 我覺得 今年4月的時候 不是發生了學運的事情嗎 我也去學運一段時間 然後我就弄了幾個 比較好我朋友說 我覺得大家不能從中行政院啊 應該從中什麼 教育部 你知道嗎 那時候教育部 這是大門開放 然後完全沒有任何警備的 那時候我覺得 這是措施的樣子 怎麼會從中行政 有沒有搞回頭 因為我覺得很多東西 其實這種教育 觀念上面要去做改變 那觀念上面沒有改變 其實後續的東西 實際上的問題 我覺得 也從觀念上面來達 所以我們覺得說 我們希望 未來在共同生活的這個空間 他會帶給大家更多的可能性 跟改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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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